今天带着我的新相机去胡同拍一些照片 这个画面就是在相机拍摄出来的 新入手的一台JFC 它是一台外形非常复古 然后拿在手上很轻便很小巧 非常可爱的一台相机 它很轻所以很适合带出去拍Vlog 还有一些随拍 所以我们就带它去胡同 因为拍一些很复古的照片 好 走吧 很少见到拿相机子 好看 过报也好看 假装不打开 这是谁家晒的银杏 这是谁家晒的银杏 先吃饭 先吃饭 饿死了 我跟我交不够 我连跳回我交不够 你试试盘工 就会把他闻一样 对啊 太痛苦了 找到你能吃到什么 你别那种生无可恋 你开心一点 就是想像前面做了一位女生的银杏 你别那种生无可恋 你开心一点 就是想像前面做了一个女生的银杏 对你的相亲对象 对啊 他没有耐心 喝水喝水 就是这种臭臭的感觉 就是这种臭臭的感觉 他每一张表情都是银满不耐烦 我觉得快点拍是这个 就是相机 就是可以一边拍一边当道具 因为它的外形和他们的粉 还有很多颜色 还有一个最浮复的颜色 找到豆汁了 你别闻 你怎么喝 来 给你拿个勺子吧 又是味快 所以现在找到老婆 还是要带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味道 闻着闻着 闻顺的 我不行了 咸菜 咸菜 臭豆腐 还有那个 汤水 这些奶啊这种 拉布水 对对对 换个票 你先吧 你先吧 客气 我先 好朋友 一生走 怎么这么浓稠啊 拿上去 你俩的表情交绝 决定我和小腹 要不要喝 我可以 我可以 这么长 这么长的是 才那个辣椒 难吧 对 我就是 是你喜欢的 它是我能清楚的 它就是醋啊 就跟那四马虹的味道一样 突然就觉得 可以了 真的 第二口 真的 我盖子 我盖在我的 好 多肉博物馆 多肉博物馆 好甜甜 甜甜 拜拜